今天我要讲述的人物是钟南山教授 2020年1月20日晚 一位老人在新闻一加一的直播中 对全国人民宣布了一则坏消息 现在可以这么说 病毒是肯定的 有人传人的现象 这是关于此次武汉肺炎疫情的最新进展 这个人叫钟南山 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 在连续一天的高强度工作后 84岁的钟南山 接受新闻一加一的直播连线采访 这样的工作强度 让他在描述肺炎情况时 一度突然卡壳 忘记接下来要说什么 主持人白岩松就场后 钟南山才想起来该说什么 他呼吁大家没有特殊情况 不要去武汉 然而他说完这话后 网上流出来了一些照片 两天前 钟南山自己已经到了武汉 参与一线工作 和这些照片一起被疯传转发的 还有他80多岁的健身照 白大挂下隐藏的这身肌肉 简直是我280斤领导的梦想 1955年 钟南山考进了北京医学院 也是这一年 一个叫图悠悠的女生 从北京医学院毕业 不过 他人生的第一个高光时刻 和医学一点关系都没有 1959年 中国第一届全运会上 他拿了个全国400米蓝冠军 还打破了全国纪录 尽管在这之前 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全国纪录 毕竟这是第一届 那个时候的全运会 是相当的全 体育项目甚至包括 摩托车越野 摩托车环行公路 无线电收发报 无线电收发报 就是拼用无线电收报和发报的速度 每分钟超收或拍发的次数越多 错误越少 名次越靠前 就像今天的电竞 拼手速的 全运会结束后 北京体委想让钟南山当职业运动员 他拒绝了 选择了继续学医 这届运动会给钟南山留下的 除了短暂的高光时刻 还有一个女朋友 全运会前后 他和当时的第一届 国家女子篮球队的主力 李绍芬在一起了 李绍芬也参加了这届全运会 他作为北京女篮的主力 带着球队拿下了冠军 这时的中国女篮 已经初步可以和东欧冠军 保加利亚队打平了 1963年的 首届新兴力量运动会上 李绍芬担任中国代表团的 护旗手出场 他所在的中国女篮夺冠 劲敌还是朝鲜队 回来后的李绍芬 在同一年和钟南山结婚 结婚没几年 李绍芬就退出了国家队 当起了广东省女篮的教练 钟南山则一心铺在医学上 1979年 43岁的钟南山考取了 公费留学资格前往英国 为了给国家省钱 他们一行16人 一致决定坐火车 整整9天才到达伦敦 刚到英国爱丁堡大学 钟南山就收到了导师的一封信 上边写 你要注意一点 根据英国的法律 你们中国的医生资格 是不被承认的 所以你不能搞临床 只能在这儿参观实验室或病房 这样的话 你来八个月就可以了 时间再长 对你对我都不合适 当时 公派留学时间有规定 两年 这给钟南山愁得不行 他只能先不想时间问题 把精力放在课题上 在思考一个 跟戒烟有关的项目时 钟南山发现 导师用公式推导出来的 一个结果有问题 他当即决定 用试验来验证一下 他直接在自己身上 做起了人体试验 不断吸入一氧化碳 然后让护士 持续抽他的血检测 在那两三个星期里 他吸入的一氧化碳 相当于一小时抽六十多支烟 三个月后 他的论文 推翻了导师的结论 这一下为他解决了困境 还被导师推荐到 英国医学委员会发表了 从这个时候开始 他就给自己树立了原则 不畏惧权威 讲事实 重证据 这一原则 在多年后 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从英国回来后 钟南山回到了广州医学院 并在1996年当选 中国工程院院士 2002年 他在广州医学院 副医院呼吸疾病研究所 担任副所长 这年的12月22日 接诊了一个来自 广东和元的肺炎病人 持续高热 拍出来的肺部X光片 特别奇怪 而且用各种抗生素 都不能缓解症状 两天后 和元传来消息 之前接触过这个病人的 七名医务人员 和一名家属都发病了 症状和病人一模一样 他意识到 这是个必须要 特别关注的事情 不到一个月 中山市也查出了类似病例 2003年1月21日晚上 广东省卫生厅 让钟南山当组长 立刻带领专家组 赶到中山市 对三十几个病人 进行会诊和抢救 他们连夜会诊和调查 第二天一早 就整出了一份调查报告 在这份报告上 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名词 非典型性肺炎 过完春节 广州的情况越来越糟糕 并且不断出现 医务人员被感染的情况 最严重的 一名非典病人 在三家医院 一下传染了超过60名医务人员 当广东省病例 突破1000例的时候 钟南山却做出了一个 逆行的举动 向省卫生厅申请 考虑到危重病人 有较强的传染性 应集中治疗 把最危重的病人 往我们医院送 他说 这是排雷的碰到了地雷阵 你不上谁上 在检查每一个病人时 为了检查得更仔细 钟南山甚至不戴口罩 只是让病人尽量忍一忍 先不要咳嗽 他后来解释道 我不是不怕死 只是仗着自己身体好 钟南山出生在医学世家 父亲钟士藩 是国内著名的儿科专家 世界卫生组织医学顾问 1924年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时 协和医学院刚刚培养出 第一届毕业生 钟南山的母亲 同样毕业于协和医学院 是后来广东省肿瘤医院的 创始人之一 当时的协和医学院 由美国人创办 实行严格的淘汰制 第一批学生中只有三个人顺利毕业 和中士藩一届的40人 最终只有他在内的8人 顺利拿到学位证 结合医学院创办之前 确定办学方向时 特意强调 培养高标准的高级人才 而不能为增加培养人数 降低标准 于是才有了今天的这块招牌 在疫情面前 有关部门特意提醒钟南山 不要讲太多 他去了一趟父亲的坟前 站了很久 就此做出了一个决定 讲真话 因为他所在的呼吸研究所的医生 已经倒下了20个 2月14日 广东一天又有56例新增病人 而4天后 中国疾病预防疾控中心 和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却共同宣布 非典型性肺炎的病源 基本可确定为医元体 医元体引起的肺炎 采用针对性强的抗生素治疗 非常有效 这个声明在钟南山眼里 太扯了 因为所有的抗生素治疗方案 他都使用过了 全都没用 当晚 广东省的紧急会议上 钟南山强烈反对使用抗生素 并坚持说 非典的元凶不是医元体 而是病毒 两个月后 同样的场面再次上演 4月3日下午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 记者招待会上 卫生部部长张文康 公布非典的最新情况时说 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现在 中国大陆社会稳定 人们工作生活持续正常 在此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 在中国工作 生活 包括旅游 都是安全的 而4月12日 北京召开的世界卫生组织官员 和中外记者举办的发布会上 钟南山却当着所有人的面 大声说 现在病原不知道 怎么预防不清楚 怎么治疗也还没有很好的方法 病情还在传染 怎么能说是控制了 我们顶多叫遏制 不叫控制 连医护人员的防护都还没有到位 在之后央视面对面的采访中 王志问钟南山 为什么反对医员体的说法 这在当时是一个很权威的声音 钟南山说 我们应该首先尊重事实 而不是尊重权威 历史证明 权威的假话并不能带来平静 病毒也没有那么高的觉悟 当年广州人民 把所有药店的抗生素都抢够一空 白醋一度炒到300亿瓶 还有人送礼就送板蓝根 粉饰太平只会引起更大的反弹 放在今天依旧如此 17年来 钟南山还是那样 专门挑人家不爱听的话说 在全国人大 他呼吁雾霾检测 说没有人的健康 再多的GDP都没用 他质问药监局局长 一年批一万多新药 都是怎么批的 他一直呼吁 PM2.5检测数据全部公开 并直言不讳地告诉大家一句 最不爱听的话 PM2.5直接侵入肺中 人体的生理结构决定了 对PM2.5没有任何过滤 在金烟问题上 他公开说 相关机构又管卖烟 又管控烟 这怎么可能 这完全是对立的事情 2011年 一个烟草公司的专家 因降胶减害当选院士 他又说 降胶减害还成为院士 这太荒谬了 降胶是做出来的 但重要的是 胶油降了 危害并没有减少 所有的病没有减少 反而增加了 企业用降胶的血头 做宣传 卖得还更好了 一句比一句扎心 非典发生的17年后 武汉再度爆发肺炎疫情 每天都有新的病例发现 医护人员 一个接一个地被感染 当地的专家和官员说 放心 可防可控 武汉还在举办 十万人一起吃饭的万家宴 据说是创造了 吉尼斯世界纪录 还上了报纸的头版头条 我看 的确可以上吉尼斯 不过是吉尼斯作死记录 直到2020年1月19日 已经84岁的钟南山 亲自挂帅上阵 第二天便老毛病复发 又开始往外放坏消息 病毒有肯定的人传人现象 17年过去了 这个社会上并没有多出几个钟南山 我们能相信的还是这个老头 虽然他专门放坏消息 但我们还是喜欢他 因为社会需要真话 有人在朋友圈贴了一段话 评价钟南山和他的工作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胜济绝学 为万事开太平 国事无双 而人家会像进行 支持明镜与点儿 最后看到了 所有群太平 都没有写上 保持一下 感谢观看